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拿出精力来过好自己的日子 任何时候都不要等 靠 要 通过一身不凡的精力 我们这一代人自己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 人老了 手里一定要留有一笔存款 关键时候它能维护你的尊严 守护你的快乐 不要单纯指望社会儿女给我们分发红利 我们的手还没有颤抖 双腿还能够跑路 不做累赘依旧活得很好 切记没有到最后 不要随便说财产怎么分 说出来了会有几家欢喜几家愁 更不要早早就把房产等过户给子女 要记住父母的家永远是子女的家 而子女的家未必就是父母的家 儿孙自有儿孙福 修为儿孙做马牛 你管他们也过 不管他们依旧过 离开你这根萝卜也能开席 凡事莫要多插手 地球离开谁都照样转 别太自作多情 要明白自己无足轻重 儿子成家了 不要再承包儿子家的经济支出 这样会让儿子和儿媳认为 这是天经地义 理所当然的 太腻爱儿女就剥夺了 他们享受劳动和付出的成就感 不懂感恩 不懂反哺 当然都是自己的子女 只要合情合理 且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有困难就要帮 不要不管不问 身体好时 不要太硬气 平和 平等地对待儿女和唏嘘 这样才能赢得子女们的尊敬和爱戴 等你身体不好了 他们也会真正地关心 照顾你 绝不以老卖老 清醒认识自己的处境 开始笑看人生 任何时候都做到心理的平静 让自己的心脏跳动得稳一点 有规律一些 让冲动的血液放缓 平常的生活 没有火上房那样严重 少操一些闲吃萝卜 但操心的事情 在平静中寻求安逸 在安逸中 修心养性 老兄弟 老姐妹们 要相互组织起来 把年轻时的爱好拾起来 该唱的唱 该跳的跳 该写的写 该画的画 上天入地是我们的自由 其实而从心而育 让自己的精神生活 充满身上的所有细胞 还有时间做我们的事情 不拘病魔 笑颜面对老去 知道一无所有的来 也会一无所有的去 一切都顺其自然 人生所有的事情 无外乎好坏 天大的事情 该吃就吃 该喝就喝 哪怕是天塌了 今天先睡觉再说 白天有说有笑 晚上睡个好觉 就是老年最幸福的状态 人老老先腿 长拔山涉水 莫让身躯渐弱 在游山玩水中强健身躯 那青山绿水之灵气 输一身豪气与胸怀 人身不倒 脚步不止 老年有一个好的身体 就是福气 人的自然规律 是任何人无法抗拒的 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有重点 你处在哪个阶段 就极力地做好 哪个阶段的事情 做好就是原则 该你泄墨休虑 就泄墨休虑 没必要在枕装上磨 去做傻驴 人生在世 会遇到许多想不到的事情 让人兴奋或懊恼 甚至是扼腕 都是很正常的事 心态放轻松一点 是每一位老人 都要尽量做到的 你忧郁 你伤感 甚至不死不活 就上了魔鬼的套 最后受折磨的是你自己 何苦呢 得不成失是自己找的 开心愉快是一切的信条 在这多变的世界 唯一不能变的是自己 既然改变不了世界 那就顺应自己 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 过一天 乐一天 乐一天 赚一天 人生如梦 梦做的好与坏 皆是烟云一场 走得舒服快乐 那才是来世一遭的造化 人生什么最重要 活得开心快乐 也就足够了 不论经历了什么样的困苦磨难 现在依旧笑得开心 心还没有老去 夕阳无间好 我们一定会调节好我们的生活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别忘了给唐糖点个赞 同时可以到Facebook和唐糖互动 您的支持是唐糖最大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